好而宋楚瑜宣布他参选之后呢 对于蓝绿的政局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变化 我们来看到这位呢也是长期关注我们台湾的政治 他是新加坡的前内阁资政李光耀 李光耀在这个月7号参加世界华商大会的时候 他公开的谈到了宋楚瑜 他说他不了解为什么宋楚瑜认为自己可以追得上马英九跟蔡英文 李光耀他说宋楚瑜参选能够起到的作用 就是要抢走马英九的选票 比夺走蔡英文的要来得更多 和其他阁员一起宣誓入阁 现场掌声不断 前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当地政坛举足轻重 日前参加华商大会也对台湾2012选举表达意见 李光耀说不明白宋楚瑜为什么认为自己可以追上马英九和蔡英文 宋楚瑜的参选能起的作用就是夺走马英九的票比蔡英文的多 任何人当然都有他在民主社会当中 自由评论的空间 让我们尊重他的意见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评论 其实不止李光耀根据蓝绿民调都显示 宋楚瑜的支持度大约12个百分点 换算成选票约有5% 也就是60万票 而这60万票左右着双英选情 宋楚瑜将扮演2012关键角色 宋楚瑜的实力蓝绿都不敢大意 接着也将全省走透透 这个月15号要从屏东出发举办首场互动座谈会 不让马总统的黄金十年 蔡英文的台一线造势专美于前 宋楚瑜阵营也将自打舞台 立平2012 三地新闻黄大峰黄家伟综合报导